欢迎收看老师 佩颖教数学 那我们这一集呢 要来介绍这个 我们前面有提到过 这个影响后项的话 要分拆讨论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贾道奎十个人之中选干部 有班长 副班长和风气三种干部 然后贾乙两人是兄弟 老师希望两人不要同时当干部 则会有几种选法 那在这里就顺便说一下呢 这个常常在网路上有学生 会问说要怎么学习 那我都会跟学生说 就是你要先抓到这一章 这一节想要你学到的是哪一些知识 那出题的老师会围绕着这些题目出 那也在这里跟就是想要当老师 或者是教小朋友的家长 说一下我们在选题目的时候呢 就是去选说我想要用这一题 跟学生教学生什么 好那这个所以说我们一开始 尤其是基础题的这些基础题 不是说因为常考什么用什么 而是说这一题它特别好 因为我想要用它来讲什么 好那跟学生去做这个连结 让学生有习惯就是去察觉到说 我学了一件什么事 我学了一件什么事 这样他才会在之后遇到题目的时候 一件一件的把它用出来 而不是说全部都是在背什么题型 怎么解这样 那你会发现我们一个题型 有很多种不同的解法 那因为我们已经教了很多种不同的知识了 所以我们其实有不同的做法 那我选这一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个 我们要怎么解它呢 我们这四个方法等一下都会操作 第一个从干部的角度来去挑人 也就是说班长在这十个人之中呢 有几种选择 好那这个我们在前面那个 九颗球九个洞那一系列的问题里面 已经介绍过了 干部选人和人选干部理论上 应该要做出来是一样的答案 好那干部选人会比较直觉 所以我们先从干部选人来下手 好班长有几个选择 好那应该不难十个嘛 对不对十个人都可以当班长 但相信我相信这个时候 已经有很多学生开始 发现到有点不对劲了 为什么因为加一两个人 不能同时钢干部嘛 所以副班长有几个选择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 被班长影响 好那我刚才有提到 我们这里要强调的就是分拆的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你原本班长是十个人 你可以大大方方的把十写下去 只是当你写副班长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要把 后会影响后面嘛 因为副班长到底可以选几个 如果你的班长就选到甲 那你副班长变成甲乙都不能选 就剩八个 可是如果你班长选的不是甲 也不是乙 那你的副班长就 只要不是班长这个人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还有九个可以选 那要注意哦 我们这个前面也有提到过 我希望你们分拆而不是去调列 因为你调列说有可能班长是甲乙 或有可能班长不是甲乙的时候 你才想到说那这个可能是九和八 有的人会写成十乘九和十乘八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错误 它是错的 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分拆的概念 其实你去走一个乘九一个乘八 并没有不对 只是怎么样呢 这两个地方合起来 应该是合起来是十 而不是说总共是十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强调分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把它拆开来 如果班长这边是甲乙 那甲乙的话有两种选择 这样一来的话副班长这里呢 有这个我们刚讲 你如果选了甲或乙就不能选另一个了 剩八种 那如果班长不是甲乙 非甲乙 那就这里有八个 那副班长就还有九个 可以吗 如果班长选了甲乙 副班长剩八个 风济鼓掌也不能要甲乙的另一个了嘛 然后也不能要副班长这个嘛 他其实剩七个 如果班长不是甲乙 副班长不要选这个就好了 他可以是甲乙 也可以是乙嘛 那风济呢 这个时候要察觉到我们又要分拆了 因为风济到底可以选几个 又被副班长是甲还是乙 是不是甲乙啦 是不是甲乙影响嘛 你现在已经知道甲乙没有当班长了 对不对 所以甲乙在这个九个人里面 所以我们又要把他分拆 来问你 所以我的非甲乙有几人 这个副班长如果是甲或是乙 这样有两种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选风济的时候呢 我选风济的时候 我不要是他们两个也不能是他 所以有七个 如果我的副班长不是甲乙 那我选风济的时候 不要是这个也不要是这个就好了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甲乙混在这里面 但是没有关系 那有八个可以选 那问题就是说 我这个非甲乙这个有几个选择 那如果你有懂我的意思的话 我就是在讲说 我们这个是一个分拆的概念 所以这里的非甲乙呢 就是跟原本的 跟甲乙合强应该是原本的九人 所以这里是七人 也就是说 不是甲也不是乙也不是这个嘛 十个人扣三个 剩七个这样子 那这一题的答案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有八成七成二和八成七成二和八成七成八 也就是十二个五十六 所以总共是六百七十二人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如果今天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想的是甲乙丙丁物你们来选 来选干部 那甲有几种选择 就利用这一题复习一下我们在这个九颗球那个系列里面 灌输这个观念 甲有几种选择 有班长副班长风济 甲有几种选择 三种吗 不对 三种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甲也可以不当 如果说甲有三种乙有两种 并有一种 那不永远都甲一并就当干部 对不对 那所以说四种 甲可以选干部 可以选班长副班长风济还是不当吗 这样子讲也不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甲选不当 那被他拿掉一个 那乙就不能不当吗 乙还是可以不当吗 所以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比较建议你们怎么做呢 那我比较建议你们的做法是去想象 甲一丙丁物济更新人魁 十个人去对到怎么样 班长副班长风系 不当一号 不当二号 不当三 四 五 六 七 也就是说我假设不当干部 也各有各的风采 有七种不当的模式 就是我可能原本设定了三大干部跟 比如说一个礼拜七天的知识神 周末没有知识神 无所谓 那结果怎么样 我挑完了之后才跟你讲 没有知识神这种东西 没有牌知识神 所以不当就是不当 怎么样 再把它除掉 所以说这样子去想的话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一题是怎么做的 所以甲呢 有几种选择呢 甲可以选择当班长副班长风系 那只是说甲选了已就不能要咯 所以甲选择班长副班长风系 那这是三种选择 如果是甲选择当干部已就不能当了 剩七种 因为不当有不当的风采七种 可以吗 如果甲选了 那已就是不当 那剩下的反正你选一个 然后已也选了某一种不当 某一种不当 那剩八个 丙道奎任意排列八阶 自己分 那如果甲选择不当 不当有七种不当 那这个已呢 已就可以当了 反正甲不当了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已丙道奎九种任意排列 那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也可以把已分成当或不当 那我们就是刚刚讲说 已丙道奎其实是怎么样 除了被甲拿掉的那个之外 他们都任意排列 所以这里是九阶 所以上面这里是怎么样 三层七层八阶 下面这里是七层九阶 那不要忘记了 我们其实都要除以七阶 因为会有人来跑过来跟你说 没有啦 不当干部就是不当 没有差 所以我们把这个七阶呢 给他约一约 你会得到 上面这里有三个 八七五十六 三层五十六 下面这里呢 九阶约七阶还剩下 九层八 所以是九个五十六 也就是一样是 十二个五十六 我们这里也是两个又两个又八个 十二个五十六 这样算就会对 那当然我没有要鼓励大家都这样做 你也觉得那么麻烦 为什么不用上面算 我只是希望大家了解到说 一个题目他没有说一定 这题就是要用干部选人 用用人选位置是错的 不会 你如果能够这样子想 你也会懂 一方面是你也会做对 另外一方面是 你会更清楚 这个除七阶是什么意思 批几许几 为什么分母要除几阶 那所以只是透过这个 这个机会 大家再重温一次 我们曾经讲过的思考的方式 你很难确保说 每一次看到一题 自己都选最正确的方式 所以有一天也许你真的就会这么想 但是你也要能够 想对 也许在别人看起来你一开始走歪路 但是你可以把自己拐回来 那我们来看这里有方法三 这个他说甲乙不可以都当 那所以方法三是用正面表列 既然不可以都当 就是可以当一个也可以都不要当 所以甲乙有一人当干部 那是甲还是乙 那那个人当了什么干部 你要写三 你也可以写个C3取乙 这个二也可以写个C2取乙 都没有差 那剩下的八个 剩下的八个人去选这个 剩下的两个干部 那干部是不同位置嘛 对不对 那甲乙都不当 甲乙都不当的话就是 剩下的八个人选三个干部 对不对 P8取二就是八七五十六啊 所以这里是六个五十六 那这个是八七六 P8取三就是八乘七乘六嘛 就是八接的最大的那三个乘在一起 所以这也是六个五十六啊 所以合起来也是十二个五十六啊 那如果用全部减掉甲乙都当呢 也可以 全部选是 十个人任意选三个出来 P10取三 用P哦 因为干部是不一样的干部 那 所以你也可以说 你看我们这个P10取三 就反映到这件事情嘛 就是说甲乙丙业物几 更新人鬼 班长辅分长攻击 然后七个一模一样的差啦 所以 把这个七接 除掉嘛 十接除七接 就是P10取三 十九八成在一起 减掉 甲乙都当了干部 那 这个部分有很多方式做啊 你可以先像上面这样子选说 甲乙都当了什么干部 再抓一个人来 你也可以说 剩下的八人里面 挑一人进来 然后 跟甲乙一起混排 这三个干部 这是一个写法 或者是你也可以写什么 我刚刚讲 你可以想说 那甲乙 他们两个当到什么干部 是三成二嘛 也就是P3取二 从三个干部里面挑 一个给甲 挑一个给乙 然后 剩下的那一个 从八人里面挑一个来做 这个部分 两个写法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 这个C8取就是8 然后P3取二就是三截 是一样的 那所以这里会是怎么样呢 我刚刚说这个是 10乘9乘8 减掉8乘6 对吧 所以90个8减6个8是84个8 那它还是 六七二 因为84是12乘7嘛 所以它还是12个7乘8 12个56 好那这是这一组题目 利用这组题目跟大家去 这个复习我们前面在 九个球的单元里面提到的概念 去强调我们遇到要讨论的时候 影响后项的时候把前项分拆开来的概念 那这里有我出的作业 那大家可以按暂停看一下题目 然后出的作业 而且最后都会在那个FB 这个和IG里面 把作业跟解答都会发上去 然后发在不同的资料夹里 好这节上这里